谁都会死的吧 我也会死 你也会死 死本身就是很平常的事 本期里一哥带来电影《入恋诗》 烟雾弥漫白雪挨挨 一辆小车缓缓出现在道路上 小林大物在开车 年老的一位在闭目羊神 他们到了一户人家 他们给屋子里的往生者上了一炷香 往生者看起来是一位漂亮的女性 年老的一位是大物的社长 当大物帮她整理身体和擦拭身体时 发现了她身体下部有一个东西 她回去请教了请教社长 师父自己向前查看 发现往生者是一位男性 往生者的母亲也同意帮往生者化了个女装 画面一转交响乐美妙地进行着 大物拉着大提琴 合唱团和乐器团默契地配合着 但是观众却很少 每个人的收入也少 收入赶不上乐器的消费 突然合唱团的老板来了 他说出乐团解散 大物震惊了 他失业了 面对他的妻子 他无能为力 面对他的乐器就有贷款 妻子很惊讶 最后决定放弃大提琴了 和妻子回到了老家 一天早上 他们在吃饭时 看到了一份不错的送行工作 大物来到那个公司 他对这个工作没有任何了解 大物初见社长 社长没有看他的简历 看了大物的脸 就问了一句 是否全职 大物就被通过了 先做社长助理 大物了解了工作是给死者送行 开始他想拒绝 但是社长给了大物来应聘的工资 大物也对工资有所动容 回到家 大物买了妻子爱吃的米泽牛肉 当妻子追问他的工作是什么的时候 大物没有正面的回答 哆哆嗦嗦 第二天大物去了工作的地方 了解了这个工作的大概 突然他接到了工作 他来到了社长叫他来的地方 社长叫他去化妆 工作人员把他化成了死者的样子 要拍摄宣传他们工作的视频 大物可以感受到明显的难受 当要刮脸时 大物被社长划伤了脸 大物回到家闷闷不乐 他随便应付了妻子 一天大物突然接到了工作 这是他第一次接待正式的入恋工作 师父没有告诉他情况 思者已经去世两个星期才被发现 大物被屋子里的气味吓到了 他有心到吐了 没办法帮社长完成工作 但社长给大物结了一天的工资 叫他先回家 大物坐着公交车 里面的乘客闻到了一股怪味 大物反复闻了闻自己 他路过一家澡堂 他用力地搓洗自己的身体 当他洗完时 他遇到了幼时朋友山下 这个澡堂的老板娘是山下的母亲 到了黄昏 妻子在煮饭 大物坐在楼梯口发呆 当吃饭时 妻子拿来了生的犬鸡肉 大物看着鸡头呕吐了起来 妻子过来安慰他 突然大物紧紧抱着妻子 褪去妻子的衣服 亲吻着妻子的身体 大物突然很想拉大提琴 他找到了一台旧的大提琴 里面有一张乐谱 乐谱里抱着一块石头 大物投入地拉着大提琴 想起了他的父亲母亲 却记不起他父亲的模样 大物来到了河边 看着集团的河水 突然有一些鲑鱼 逆着河流游动 他们吃力地游着 可是还没有到终点就死了 大物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一个路人告诉他 他们想回家 当大物在河边发呆时 社长带大物去了下家 需要他们的地方 社长看了看 往生者的样子 又看了看照片 开始仪式 擦身 穿衣 化妆 这每一步 大物感受到了平静 细致与温柔 还有爱 这每次生离死别 都深深打动了他 妻子和大物一起去了澡堂 澡堂里的老板娘 和大物的妻子说 大物是喜欢把心理事 藏在心里的孩子 父母离了婚 也偷偷地哭 希望妻子可以多担待他 大物和妻子 回到家里喝起酒来 大物听着父亲喜欢的音乐 他其实很想念父亲 到了半夜 大物接到了电话 说是有人上吊了 可是社长不在 大物静悄悄地去完成工作 妻子发现了 但是没有说 第二天大物去上班 妻子和平时一样 没有问大物 到下班的时候 大物遇见了山下 山下对大物的工作 表示不赞同和厌恶 态度也截然相反 大物的工作被传开了 大物回到家 看见妻子在看那个宣传片 他反对大物的工作 求着大物辞职 大物没有同意 妻子回了娘家威胁他 大物想挽留时 妻子推开了大物 说大物不干净 大物很伤心 在一次工作中 大物的工作 被别人认为是来赎罪的 他回到工作室 想要辞职 当他见到社长时 社长叫他一起吃饭 社长的妻子 在九年前去世了 社长第一次送走的人 就是他的妻子 大物没有向社长提出辞职 镜头回到了影片的开始 当大物为往生者化好了妆 把往生者送走后 往生者的父亲 最后看见了他儿子的笑脸 向社长和大物 跪下来感谢 大物感触很深 到了圣诞节 大物和社长在公司吃火鸡 社长叫大物 拉一下大提琴助兴 大家安详地度过了圣诞节 大物每天尽力地工作着 一个人吃着简单的晚饭 一个人在原野上拉大提琴 他对这份工作 也有了满满的热爱 一天他回到家里 发现妻子回来了 妻子怀孕了 大物很高兴 当妻子问大物 能否在面对孩子时 可以正面地回答他 大物又欲言又止 突然大物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澡堂的老奶奶去世了 大物和妻子 一起去了山下家 妻子和山下一家 都看着大物 整理老奶奶的服装 面容 大物看到老奶奶 经常戴的围巾 把围巾系在了 老奶奶的脖子上 纳冠 火化 山下看着火化的母亲 哭了起来 天空中大雁自由地飞翔 大物和妻子来到河边 大物低着头找石头 找到一块圆圆滑滑的石头 送给了他的妻子 跟妻子解释说 古时的人们 是用石头来表达感情的 滑滑的石头 代表对方希望你开心 粗糙的则相反 这个美丽的传说 是大物的父亲告诉他的 春天到了 樱花开了 妻子收到了一封 寄给大物母亲的信 原来大物的父亲去世了 大物回到公司 公司里的人告诉了大物 大物并不想去见父亲 他冲出了公司 他的妻子来了 大物停了下来 回去找社长 社长让大物选一个棺材 和大物一起去了 大物父亲的地方 大物看着死去的父亲的脸 却还是想不起父亲的样子 当抬棺材的人来时 要把父亲粗暴地抬进去 大物推开了他们 他帮父亲完成入恋 在父亲手中 发现了一块石头 大物瞬间感动 把石头给了妻子 含着泪水 抚摸着父亲的脸 终于想起了父亲的脸 那块石头是大物送给父亲的 妻子把石头递给大物 大物将石头温柔地 安在妻子的肚子上 两人相视而笑 死可能是一道门 逝去并不是终结 而是超越 走向下一城 正如门一样 令人恐惧而悲伤的葬礼 在这一部电影里 呈现出了温暖与深情 大物在大提琴的道路上 走了艰辛 生活的一切压住了他 但是他勇敢地当了入恋师 克服了自己的恐惧 成为了一个不拘死亡 乐观豁达的入恋师 那么今天到这了 我是丽哥原则登展 照亮丽星